以后 还好吗 还是让我注意分寸 你怎么把心里话 全透露出去了 为什么他自己的婚姻 这么不幸福 还非要我也拥有呢 卢飞 你 你把爸打你了 说话呀 他们两个打架 我拉架来了 天底下怎么好 这么狠的父母 凭什么给人家当父母 就不用考试 不几个不准当父母 冲冲 没关系 等我们考完大学了 我们就逃离他们 能逃离吗 父子母子关系怎么逃离 成长期的伤痛和阴影 对一个人的影响 怎么逃离 或许不管再怎么努力成长 不是 伤痛和阴影 都只会被隐藏 而不会被消除了 就是没事我爱跑的那种 对 你们俩配合的 真是沃沙 谢谢啊 幸会啊 是 你看 都会女人 哪里哪里 来来来来 视频一下 你们好 我叫叶颖 叶小姐 你好啊 叶小姐在哪里高救啊 我还在待夜中呢 如果两位有什么好机会 可别忘了我 叶小姐 不如上我们公司来上班吧 就不要跟我们 B&M的地抢人了 叶小姐的办公室 我可都处准备好了 不好意思 阿伯 先吃配饰 好 请便 一下手还挺快 三礼 来吧 你最近有没有看到小艾 你找她啊 我给你打电话她没接 她没出什么事 来 师兄 能不能作为多年的朋友 作为你的师妹 我给你提点意见 当然可以 好 你呢 只算是王老五 是我国婚恋生物恋的顶端 但是能不能别太过分 怎么过分了 叶小姐是你的女朋友 她来公司宣布主权 你和她来这酒会 都没有问题 你们的恩爱女文秀 她能不能别招惹我们家曼曼啊 对 我知道 我知道她玩不起 但是她想玩 但我想请你高抬贵手放过她 行不行啊 师兄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连最起码的游戏规则你都不遵守 明明不是单身 你假装单身 你怎么 你还真的当你是甲方 她是乙方 你考察项目调让她玩啊 不是 她这十几年容易吗她 你能不能先冷静一趟 我冷静不了 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 师兄 我觉得你这生意做得 可真的挺值的 十几块钱一件破女衣 就这样忽悠了人家十几年 你这生意真的是做得 是可以啊 师兄 你知道吗 你出国的那天 她像个傻子一样 在电梯门口哭得稀里哗啦 像个烂茄子服都扶不起来 我跟你说啊 我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别人哭成这个熊样的 语B 我不知道 她喜欢我这么久 你大爷的你不知道 你还装 她不喜欢你 你顺便她来照顾你 我们开清宫宴 她在对面包奸 还有 你干吗要邀请她回母校 参加什么孝庆啊 你不喜欢她你就明说 你别这么不清不楚 腻腻歪歪歪 玩什么暧昧啊 还打电话 你还有脸打电话 我跟你说 你 你还是我师兄啊 你像我师兄的那样吗 你看看你 你像男人的样子吗你 你能不能别说了 听我说一句 萨尼啊 她说在美国跟晏夜 已经分手了 真的 她都发誓了 那就更不可信了 已经分手的前女友 还能住在一起 还能一起参加酒会 萨尼啊 连小美都能看清得真相 我们俩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好吗 她已经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她的为人 她的态度 她的感情观 我已经放弃她了 我已经放弃她了 不给自己希望 就不会有失望 就不会有失望 果然 既没有我爱的人 也没有爱我的人 好累哦 好累哦 你去决定住吧 为什么 你住个家不方便 你住个家不方便 你家 现在要分得那么清楚啊 对 我家 而且我也不想一直睡客房了 你的房门我从来没有锁过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只是朋友 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你很好 你是这么地完美 礼貌 周到 你回国以后连脾气都不会发了 甚至都不会累 是你累了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是 那我们之前算什么 我们分开才不到两个月 你就爱上别人了 对 你真的好刻薄 好直接 我恨死你的直接了 你 大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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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 漫漫 快起来 漫漫 出事了 陆飞家出事了漫漫 干嘛呀爸 陆飞他们家出事了 他们家打起来了 都报110了 警察都把他们带走了 啊 慢点 慢点 漫漫 穿鞋 没穿鞋 哎 你们 谁先动手 他 他 他一大早就跑我们家撒泼了 不是 谁家 我们家 不是 那是你们家呀 对 不是 你以为你赖在那儿 那就是你们家呀 行 你怎么能说这么不要脸的话呢 那是我的房子 房子是我的 有跟儿子一半 行了 都别找了 我看着你 像有点文化的 你说 其他人都闭嘴 不是 警察同志是 是这样他是我儿子 在北京工作 这不要结婚了吗 想买房 闭嘴 警察同志让你闭嘴 你 你 你说 我妈跟我爸要钱 我爸说他没钱 我妈就让我爸卖房子 你们 你们怎么不怕 你们自己住的房子 凭什么卖我们住的呀 我自己的房子 我想 我想怎么处理 我怎么处理 你怎么管得着嘛你 不是 这有你什么说话的份啊 卖了房子 我住到哪里去啊 行行行行 你别的给我哭穷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当时你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 留了两套房 我现在就靠租房子的这点钱过活了 你房子租出去了 你再说一遍 你房子租出去了 说呢 你房子租出去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什么玩意儿啊你 警察同志您说我过分吗 我一点都不过分吗 我儿子要结婚娶媳妇 不是 当爹的一毛不把 有这么当爹的吗 小飞 我没有朝你要赡养菲 就是好事情了 是不是 你倒逼我卖房子 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是不是 不朝爸爸要钱的 就是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家 还啃老你 你们不是吹牛吗 说他在北京工作 这个那个那个 那你说 那你说 你 你就是一个站着忙 和巴士 老了没有 小飞 小飞 快把你妈妈弄出去 把谁弄出去 干什么 把谁 你来干嘛 妈别闹了 妈 你 你打我二人都跟你说了 行了 好了 都这么有啊没话了 等等我 你再走一步我跟你绝交 你再走一步我跟你绝交 我知道 你现在不想理任何人 那就把我当空气 你有点钱吗 有 有 又去哪儿我穿拖鞋呢 喂喂喂喂 你怎么刚才提醒你 我为什么要在乡呢 你不能还把你俩 我都睡了 你说我要夹了 我做了 你不想要在乡呢 我都睡了 我都睡了 你都睡了 好喝 我物品牢 我那就是在乡呢 我拍摄 Syrian 我说什么 来 试一下 真有水啊 真的还能用 水好疗 好 小蚂蚁 你快吃呀 你再不吃的话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吃了 小飞呀 给外宽拿两个荆棘来 好的 不管什么稀松平常的食材 到了姥姥手里 就好像变魔术一样 小飞呀 等你长大了 外婆也就老了烧不动菜了 到那个时候啊 你烧菜给外婆吃好不好 外婆等我长大做个烧菜的好不好 好 小飞呀 手才也很好 你外公就是医生 外婆希望你啊 将来也当医生 跟外婆再见 再见 再见啊 妈 您多保重啊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我妈要把我带回她身边 我们走了啊 这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爸有了第一次外遇 不是你今天见到那个 那个时候 我妈闹得很凶 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从此我爸这辈子最大的目标 就变成了能摆脱我妈 能离开我 然后我妈打听到 她搬到了隔壁的城市 就带着我追过去了 我爸就跑 然后我妈再追 我爸再跑 我妈再追 再跑 再追 我就这样跟着他们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追过去 不停地转学 就好像一个流浪儿一样 了 那时候 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过寒暑假的时候 应该可以搬到姥姥家来住 我觉得这儿是世界上最安全 最安的 最安静的地方 终于可以不用听我爸妈吵架 也不用怕他们打架 终于可以一直住在一个地方 说他们婚前的不幸都是因为我 直到我初三那年要中考了 我姥姥拿着一把菜道就找到我爸妈 跟他们说如果他们再闹 耽误我中考就当场批死他们 然后我才终于搬到这儿 过上了一段 定居的生活 中考发挥得不错 考上咱们学校 我拿着通知书回到姥姥家 今天那天特别高兴 我想着姥姥看到我的通知书 一定会很自豪的 但是我那次回家才知道 她老人家确诊癌症晚期已经一年了 就是因为怕耽误我中考 所以才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我最起码得知道吧 不是怕耽误你中考吗 再说你一个孩子能帮上什么忙啊 我可以不中考啊 我就想每天陪在姥姥身边 陪她治病 你 怎么这瞎说呀 你陪着姥姥 姥姥就高兴了 姥姥病就好了吗 你看你刚才跟姥姥说你 考上了重点的高中 姥姥多开心啊 我高中不上了 我就每天陪着姥姥 我等她病好 姥姥在那个暑假永远地离开楼花 她走得非常仓促 仓促得我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她没能看到我上高中 妈 妈 那您就一路走好吧 您保佑我 下辈子再也别做您女婿了 小飞 儿子 别再难过了 生老病死啊 生离死别 谁也躲不过去 你姥姥啊 一定是到那边 和你姥爷团聚去了 要不你喝口酒 解解乏 要结外 不怕不离死你呀 喂 我就在那里 这跟老婆的那裡 小时候 和你主持人家 这就得还很浪太多了 应该在找我 你不想去 你根本ライト 你看到这块菜笔了吗 我以前最喜欢的 就是跟姥姥一起去菜园摘菜 然后趴在灶台上 看着她生活 洗菜摘菜 最起码天还是像以前一样的 小时候我们用长大来憧憬 长大后我们用童年来慰藉 是否人越长大离快乐越远 我今天住这儿了 你走吧 不行 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你走吧 不走 这儿什么都没有 蒸水 没吃的 村口有个小卖部来的时候看见了 没带钱 你有手机 走吧你 再往赶不上车了 你还欠我一次只有我们俩的旅行呢 要不你还 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今天要当了一家出走的坏小孩 我得陪着你啊 我是不是很仗义啊 偶尔做坏孩子的感觉 是不是很期待 你好 你好 我就说我看到了吧 买点什么呢 毛巾牙刷 来 蜡烛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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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吗 买点吃的吧 我腿肠 拿着 满满 我们真没什么钱了 老板娘可以微信支付吗 可以 科技改变生活 我还有吃泡面 快点快点 吃完早点回吧 这个点还能赶上浪班车 你当这是小学生春游呢 露天吃个泡面 喝个汽水就把我打发了 老房子里连辈子都没有 老是那么冷 就知道你会找这个理由 我都做好了 就那小卖部啊 那 真是什么都冷啊 那可是乡村旗舰店 我都想吃你那碗 我想吃你那碗 一样的 对 他今天晚上不回家了 我们在外边跟同学聚会呢 您放心 你们也早点休息 晚安 这小晃仨的 非常凑合呀 还不是你说非要住在这儿 你去洗漱吧 我把被子扶一下 我为了谁啊 你不是洗过了吗 我掉牙了 怪不得牙不好 又不是有你的吗 我想说我把你拉起开 还是这一样的 我做的 还在下午睡了 有点儿 我都在柔 figure 都要让你摔在那儿 我都会把他们了 都在想一切 尽管他 你还是要摔在那儿 你是不是 我都在那儿 那是飞机 我是想说 结不结婚不重要 有没有爱人才重要 有没有爱人也没那么重要 我不是一直有你的吗 有 我认识你之后 性格比原来开朗多了 我觉得挺好的 谢谢你的改造 你要我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是你的爱人 你得要个爱才重要 童年的缺口 是可以通过时间 和其他的爱给弥补的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都没有治愈 就是因为你缺爱 我爱你 你这 你这不是友情 你是同情 你应该买点酒呢 原来清醒地躺着 这么尴尬 你睡着了吧 睡吧 我睡不着 可怪六十岁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一个人 就在一起吧 这次不是凑合过 是好好过 那你能不能有点伤进心啊 不是 财大嫉妒 四十 成交 你能不能 所以在那之前 我努力解决我的问题 也努力找到 比我更好的人 爸爸 我都能不能 继续 被勇敢欺骗 心难免感到不安 我这人了 我这人了 做得习惯 我还是怕她担心我 你别担心 正好给阿姨一些时间静一静 她怎么来这儿了 我现在不想看见她 你快让她走 一会儿她过来了 你就跟她说 我跟她没什么好聊的 你确定 确定 放大 漫漫 来 来 来 吃点水果 一定得多吃 这晚上睡觉少啊 吃水果养颜 您 昨天参加同学聚会去了 你们同学里现在还耍单的 就剩你和陆飞了吧 去 无聊 那个同学是不是都有孩子了 有的都二胎了吧 瞧瞧瞧瞧 人家这才是正当 不结婚 怎么生孩子呀 没有孩子 生命怎么延续 可笑 不是 你 你什么态度啊 我 我没说您 您继续说 满满 你想想啊 再过五十年 人家 都儿孙满堂了 逢天过节的一家子人聚会什么的 姥姥 奶奶 爷爷 您呢 出于外国 孤老太太 是酷老太太 我给你说 爸 应该改变观念的是你们 应该改变观念的是你们 在你们那个年代 没有结婚的人是极少数的 过得特别惨 还被人指指点点的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见过 不结婚而特别精彩的人生例子 虽然你们不相信他的存在 但是爸 时代已经变了 你不要拿着老套的情节 生生往我身上套 结婚不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生老病死 没有结婚吧 衣食住行 没有结婚吧 吃喝拉撒 也没有结婚吧 怎么了 老爱同志 我说的话 这么打动人吗 满满 你都有白头发了 时间 昨天过得是真快呀 你 好像 昨天你还 扒塌扒塌嘴了 呲呲扒塌的 学说话呢 这眨眼的公伙 你都有白头发了 爸 就是 没事 没事 就是 零星半点的一两根白头发 被你看到了 我回去就把它给染了 不是 你都有白头发了 你现在还没嫁出去呢 你哪 你甭给我这扯 什么 结婚是一种选择 你知道 你现在最重要的 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赶快结婚生孩子 吃这些 果仁 吃黑芝麻 每一样都刻不容缓 你 还没说 吃白芝麻 你是不是 没想到 吃白芝麻 就 吃白芝麻 有钱 我 就 那 我 你 天啊 那个 你昨天晚上怎么没回家呀 也没给我打个电话 头还疼不疼啊 让妈看看 我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为了你 你说这么些年 我争吵闹 哪一次我是为了我自己啊 人要是真为了我 就跟我爸离婚吧 你放 我不是舍不得你那死爸爸 陆明远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么多年我我对这个家我 我对这个家我对他 我没有一点错 是他欠咱们娘俩的错 全在打你知道吗儿子 妈我知道这么多年您不容易 你跟我爸这点关系里边 我爸主要犯错的是他 但是您敢说这段事里边您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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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我错哪儿了儿子 我哪儿错了 妈 妈 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我帮你拉扯到我到老医生不识了我 妈 我是在帮您分析问题 你什么你 你帮我分析 你就是是非不偏好来不分 我啊我是受害者 你怎么能帮着陆明远说话呢 你怎么能帮着那子爸爸说话呢 你你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么多年 他管过你没有 他跟你过过一次生日没有 他给你开过一次家长会吗 我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 要不是我坚持把你生下来 就你现在 你你还能坐到这儿 数了我 你还能气得我拖一眼花的 你 你现在真是 你现在大了 你现在大了 你懂得是越来越多了 你可以教训我了 我 我不是教训你 我是在尝试解决这件问题 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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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真是太尽叫了 我不是为了你 我跟你死爸爸露面 我都了一百回了 你好好想一下 我如果说 我给你找一个后爹 你后爹对你不好做的 我跟你后爹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瘦冷落 你说你多可怜啊 我是要给你一完整的家呀 你怎么能够知里把外的呢 你说你刚才说那些话 你多伤我心 我这辈子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的付出 我都喂狗了 你对得起你姥姥在天之灵吗 你对得起吗你 你对得起吗你 妈 是我不对 我不该说那些话 我错了 我道歉 我知道您这一辈子 特别不容易 把我养大 我错了 二三 你快点坐这儿 你坐这儿 你坐这儿 你啊 妈 你知道妈妈不容易 你就得好好孝顺啊 真的 孝顺孝顺 最重要的是数 可是妈 您这辈子这么辛苦 这把年纪了 别再把重心全部放在我的身上 您也得有自己的生活啊 我帮您培养点兴趣爱好吧 我 我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着你跟曼曼结婚 你的下半辈子 有她 替我照顾你 真的 爸 今天过年 你们就把婚结了 这是最大的孝顺了 好吗 饿了吧 儿子 是不是啊 不行 我 我就给你做饭去啊 你等着啊 你把我给你做饭去 你把自己给你做的 也不可以做的 你把你做好吗 我们来找到 我把你做不得了 我看着 你去做不得了 我把你做的时候 我可以做不得了 你把我做不得了 你把你做我了 你把你做不得了 你做不得了 你把你做不得了 你做不得了 你把你做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愿意带我去见你的父母 我很开心 见家长就代表 你已经认准这个人了 往小地说 你见父母也给红包 是不是 你父母要给红包 你谈对象 你就代表你见父母 父母也给红包 所以我不会轻易带你跟我一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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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